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去跟人家去抢本来就很稀缺的资源 还倒不如说当你需要这个舞台的时候 我把这个舞台全部让给你 然后到我需要的时候我也可以独占舞台 互相行个方便 大家都可以在更大一个范围里面去筛选出 合适自己这些受众群体 这是好事情来的 但这一个说法在过去几十年成立 到最近几年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你还是对对手那么nice 有点就觉得会对自己太残酷了 我举个例子来说 就最近宝马37他刚刚完成了换代 热度是十足的 奔驰C级你也别管他的产品周期 反正他凭着他的颜值 还有他的品牌 他还是可以长年霸占销量板 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这对于奥迪来讲就很尴尬了 准确来说是对奥迪A4L来讲很尴尬 因为他上一次换代是在几年前 下一次换代又得等到几年后 现在这个节点上 他拿什么去跟对手PK呢 其实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们都把车厂 还有一招叫做中期改款给忽略掉了 车厂自己有时候也会因为种种的原因 忽视掉了这一招 而这一次呢 奥迪不仅把这一招给用了出来 而且还用到了教科书般的一个好的程度上 改款的英文叫法呢 就叫Face Slip 为什么会这样去叫呢 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去做一个中期改款啊 他其实要动刀子的地方就是前面还有后面这些塑料的部分 做一个微调啊 整件事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而这一次呢 奥迪其实是做的有点过分了 因为你首先看到他连板筋都改了 前面到后面就过往车型上那条贯穿的腰线 现在被直接的砍成了三节 就为了符合最新的这一个家族设计语言 就哪怕我们把这个目光收紧一点 还是回归到一般来说改款会动刀子的这些地方 就好比如这个前脸嘛 其实他改变的这个幅度也是完全超出了我们这个预期的 他除了加入了很多新的这些元素之外呢 也有一些过去的啊 致敬经典的元素被加入了 就好比如这一个通风口啊 运动型车型上这一个通风口 其实他致敬的对象就是过去在Group B啊 WRC赛场上称霸的奥迪Kuoto赛车的 整体而言吧 其实我觉得公众对一款新车 他的一个更新程度的一个判断 很大部分是来源于他外观到底与过去有多大区别的 如果说Jorgen的这一个心理 他就是一次成功的改款的话 那奥迪A4L这一次改款也就是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与焕然一新的外观变化不同 你进到这个A4L的内部 你会发现他其实还是与改款之前呢 保持了比较高度的一个一致性 但这是不是说他里面的这些升级就比较少呢 也不能这么讲因为首先我们看车载系统嘛 现在他搭载的是一个全新的 而且是最新的奥迪MMI系统 比A8L还有A6L上面的那一套都还要新 功能上呢他现在多了一个主菜单的页面了 就给你显示一些推送信息啊什么的 然后左边还多了一个根目录的一个选单 你可以更加方便的去进入到你想需要的菜单 而在功能上呢他现在有一个买Audi的一个账户 你是可以通过你与你手机的联动 然后去给这套车机去安装一些你想要的应用的话 这一点就真的非常非常方便了 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现在你可以看到他框架是没变的 这个屏幕他虽然是大了 然后显示效果也好 但它还是一个悬浮式的设计 然后当他改了一个纯触控的操作之后 你们也可以看到以前的那一个操作模块 现在是变成一个储物格了 然后屏幕是变成一个纯触控的一个设计了 就框架不变 他还是放在这么高这么远的地方 你的手其实操作起来是并不是那么的 那么的体验好的 就相比起新的这一个奥迪的内饰这一种 双屏联动还有 是差那么一点点意思的 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而另外一点就是奥迪的一个看家的配置 就这个虚拟座舱显示 就在改款之前你会发现 其实它有一些功能还是没有给整合进去 就好比于这个油量显示 这个水温显示 然后现在所有信息都在里面 然后包括它的一个菜单 它的一个显示效果也有一个升级 你现在看上去不仅仅是更加美观 而且整一个逻辑 它显示的这些信息的丰富程度 也是做得更加好的 而更重要的是 之前你买一些低配车的时候 可能你还是要忍受机械仪表 然后现在虚拟座舱是全系标配的 这一点上诚意还是比较足的 而在配置上的调整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以外 还有说以前你买这个高配车 可能还是有一些配置你要有特别的需求 就好比如这个B&O的显示 你还是要花钱去选装的 而现在基本就不用了 你只要买这个车型买到位 该给了都给你了 作为一个改款车来说 我觉得这么做也是比较合理的 如果你单纯去看一些纸面上的东西的话 你会发现现在改款之后 它发动机一样的 型号一样 参数一样 各方面都一样 然后到了变速箱 气速双离合一样 到四驱系统Quartro Ultra 也是跟改款前是一样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一次改款 它其实是没有触及到一些更加核心的 一些机械层面的东西呢 话这样讲也并不是太准确 因为就拿我们现在开的这一台 45DFSI Quartro的一个顶配的车型而言 你会发现它除了说动力系统之外 其他各方面都已经做到了 跟以前S4一样的规格了 最显眼的一点 就是外面可以看到的轮胎 现在是一个19寸的 35的超薄的 而且是配PZVOL轮胎的一个设定 然后再加上它底盘 也是用了一个降低了车身的 一个运动型悬架 然后整个搭配起来了 哇你会发现它操纵 这个抓地力啊 还有它支撑性呢 是真的比以前好的那么一点的 但有些人可能就会担心了 哇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舒适性也会有一点折扣呢 无可否认啊 你现在这样开起来 刚才我们过了一个检收带 你会发现它路感是肯定会更加清晰一点的 但如果真的要去深究的话 你还是会觉得把它现在这一套所谓的运动型悬架 也并不是去让你死硬到底的这一种运动 它其实最主要的升级是在于呢 把这种绿震的动作做得比以前更加干净利落一点 我们理解起来就是一种更加 就另外一种形式的舒适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理解 其实说到底吧 这个奥迪无论它怎么的去在意这个运动 在意这个操控或者是怎么去push这一点 你哪怕是到了RS的这些产品里面 它仍然是BBA里面 或者说我们这一个A4L就是34C里面 它仍然是最照顾你日常使用这种清和度的一个产品 所以说你还是不用担心 它肯定是可以做到最起码的这种舒适性的一个保证了 而讲起舒适性的话 刚才我们有一点意料之外的发现了 这台车它后排也是跟改款前有一些些的一个差别的 在改款之前你可能会觉得坐在后面空间是很大 但舒适性整一个座姿啊 咖啡的角度什么的 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让你不自在的地方 但现在呢你坐进去了 首先第一感觉 头部空间好像窄了一点 好像这一点调了之后是没那么好的 但其实如果你闭上眼睛去感受 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坐起来 这个姿态啊 你靠背的一个角度什么的 都坐得比以前是更加好的 做一个改款来说 它可以细致到这种程度 也去做一个改进的话 我觉得也是做得比较到位的 今天我们试驾的这款车啊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是一款顶配车型 然后它的标价是40.18万 就有40万出头的样子 就如果说你单纯拿这个价格 然后去跟它的配置啊 去跟它的驾驶品质 去跟它的动力 然后去做一个对比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它整件事也是合理的 也是有性价比的 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就在于S4 它才卖45万多啊 就哪怕它改款之后 还会涨一点点价 它可以涨到哪去吗 也就加几万块钱 你就有S4 难道它不香吗 也就只有像我们庆哥那种 非国产车不买的人 还会觉得这一款车 它是值得硬买的了 但这是不是就说啊 我们改款之后 整个奥迪A4L 它整个车系 它的性价比都大不如前呢 这肯定是一个否定的答案 因为呢 它现在改款之后 还加入了一些新的车型 最引起我关注的 就是这个40TFSI Quarto 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以一个 更加清明的价格 然后在一个更加低一点的动力版本上 可以买到啊 带Quarto的 带奥迪这个精确的一款A4L 是不是很划算 所以当你问我啊 这个新的这个A4L 就是A4L在改款之后 我买哪一款会比较划算的话 毫无疑问的 我就会推给你这个40TFSI Quarto 是的 这一次结尾 我们没有高大上的这些什么总结 就这么平平实实的 非常含糊的这一些购买建议 就这样愉快的 我们这一次首饰就结束了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